搖搖晃晃 乘客拉著手環 卻像在玩海盜船 这个时候 司机刹车一踩 红衣女乘客 当场摔飞 往前倒 有人没有负责就摔倒 全车人都在尖叫 女乘客这么一摔 当场趴在地上 另一位黑衣女乘客也受伤了 全车人都吓傻了 只有司机毫不知情 也没有停下来 更没有回头看 继续往前开 司机的速度都是很快 连反应都没有 他就继续开大车 直级民众说 当时这辆306号优化公车 司机疑似一直变换车道 有任意的超车 就在开到台湾大道 和安和路口时 司机准备从内侧 切到公车专用道 却突然蹦出一辆机车 司机只好急踩刹车 这个司机既然这样开车 我们等于要通知聚业公司 这个司机不准再出现在 优化工作专用道上面 索性两名外籍乘客 赶紧把他拉了起来 没有大碍 事发后公车业者 没有对外回应 但私下表示 乘客当时在玩手机 没有拉好手环 才会酿货 不过台中市2015年 补助公车业者的金额 高达23亿 却遇上司机冷漠不理 让乘客心寒 更重创台中公车的形象 这个是陈广瑞台中报导